你还说这话,忘了前些年,大牛因为你这话,追了你两条街了。 我那时让着她,要不然,她能看到我眼。 福娃现在还小,吃吃睡睡的总是由不得她,等她再清醒过来都已经是第二天。 醒了,这福娃真是应了她的名字,长得白白胖胖的,一看就是有福气的。 大大嫂,我看这福娃还有些像你婆母,那感情好,我娘当年可是美人。 咱们福娃如果长得跟奶奶一样,肯定到时候一掐女百家求了。 小庆,妹夫没说要招个上门女婿? 没说,现在谁都不能跟她说福娃将来嫁人,她一准即眼。 老三娜,让你大嫂把孩子抱出来看看吧,外边疯大,再把我闺女吹病了。 这个时候,梁平宁带着媳妇甜事,风尘仆仆地进了屋。 二哥,二嫂,我闺女洗衫怎么来这么晚呢? 你这臭小子,我这不是给我侄女弄见面理去了吗? 二哥,我的好二哥,你别跟我一般见识,我替你侄女多谢他二大爷。 小庆说让我给孩子洗衫,老三你不介意吧? 不介意不介意,大嫂能给他洗衫,那是他的福气。 行,那就把盆拿来吧,赶紧完成仪式,别折腾孩子。 你们爷们儿也好去喝酒去,来了来了,姚氏抱着福娃,对着天拜了三拜,对着家里的祖先牌位拜了三拜,然后对着梁大嫂请过来的造王爷和土地公公都拜了三拜。 愿各方神明,列祖列宗保佑,良平安之女,良福宁,快快长大,平平安安,聪明伶俐,慧智兰心。 这还挺正式的,这平安两口子真是宝贝之闺女啊。 哪里是他们两口子,这一家原本就是个和尚庙,如今多了个女娃娃,那是都捧在手心里的。 二哥,我洗三的时候也这么麻烦吗? 没。 那还好些。 我是说没办过洗三。 被扎心的良意有些难过,不过看着没害怕,反而嘻嘻笑的妹妹,一下子就忘了自己的痛了。 到底是我的妹妹,真勇敢。 好吧,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老四就没有脑子。 拜过神明说了吉祥话,姚氏就把祥宝打开,掀开一个裤腿,露了出来,拿起一旁的大葱,沾了点水, 就轻轻地往芙娃的嘴上打去。 一打健健康康,二打富贵吉祥,三打聪明伶俐。 奶奶的,这水打这么凉。 大嫂,成了,孩子都哭了。 行,这就算完事了,就差天盆了,当家的。 姚氏也心疼孩子,急忙抱起孩子吼着。 梁平顺过来,从怀里拿出了一个银像圈,放到了里面。 到我了,这是我给孩子选的耳环,等她长大戴的。 多谢大哥大嫂,二哥二嫂。 杨大嫂扶着婆婆上前,一人放进去一块银子,加一起,也得四五两银子了。 娘,大嫂,昨个儿不是送了对银镯子过来了吗?怎么还这么破费啊? 不急就这样女后来是谁 gör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